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elcome on board 受武漢肺炎疫情的影响 全球多家航空公司 已取消來往中國和香港的航班 經旅行社買機票 是必須透過旅行社去退票 而直接向航空公司買機票 現在你猜猜就教你怎樣退票 香港四間航空公司都可以網上退票或改票 以香港Express為例 上官方網站在上面通告欄選擇特別票務安排 按入選項3的退款申請連結 選擇退款申請 退款原因 相張證明文件 和打訂單資料便完成 而香港航空只要在預訂預管理 按退票申請 輸入訂單號碼和名字便完成 而郭泰和郭泰港龍航空 就在自助訂位管理服務 登入自己的預訂 選擇Cancel Booking 便會自動提交為退款申請 不過並不是所有航空公司 都可以網上申請退票 部分只有提供電話、SMS或email改票 而截至2月13日 每間公司對於受影響的航班 都有作出不同的改票或退票安排 申請之前記得去官網看清楚 另外為了保障當地人民的健康安全 部分國家 如台灣、科威特 已經限制港人入境 想知道自己的護照可不可以入境國外 可以查詢IATA的官方網站 輸入你的旅遊資料 護照資料便知道你有沒有入境 不能去旅行當然會失望 但為了自己和其他人的健康著想 這段病毒傳染的高危史期 最好都是乖乖留在家裡 打下機算啦 第5一集 完成名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